这三个动作的话 其实是针对 比较不知道它骨盆体肌在哪里 然后常常会有一些 腰痠背痛的一个妇女的 还可以做的动作 所以顺便可以治疗腰痠背痛 对 那我们第一个动作 先从腹式呼吸开始 好 那腹式呼吸的时候 就是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 然后吐气的时候肚子缩起来 然后缩起来同时 就把骨盆体肌夹起来 那慢慢把气吐到没有这样子 你就说这个可以做三到五次 三到五回 每一次五到十秒 对 再来第二个动作的话 就是做骨盆后勤的动作 是 那这个骨盆后勤 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肌群 是在我们的复合肌 它可以帮我们把这个腰椎 做一个稳定的动作 那我们在做吸气 所以对腰痠背痛也有好处 对 这是所谓的核心肌群的稳定运动 那我们在做这个 往下压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一并把骨盆体肌缩住 OK 如果说它可以hold像刚刚hold到五秒钟 那就一样可以hold到五秒钟再放松 对 那一样也是配合呼吸 好 吸气肚子鼓起来 好 然后吐气 然后骨盆体肌 对 夹到五秒然后再放松 如果有一些妇女 她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常常会憋气 所以她可能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她就开始觉得头晕 那我们就会请她说 那你在吐气这个过程当中 她可能是这样子 我们就请她数出来 就是你数出来 一二三四五 那她就不会憋气了 OK 好 那第三个动作的话 就是其实我们会建议就是 父女在工作半天以后 比如说中午的时候 或者是晚上睡前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抬臀的动作 那抬臀的话就是 像我们刚刚骨盆是 运持在一个正确的这样姿势以后 慢慢把屁股抬起来 然后抬起来的时候 一并把骨盆体肌夹起来 然后夹起来的话 病人可以跟着一起数 数 夹起来数 一 二 三 四 五 这样就没有憋气了 对